欸這個你們台大法律系的啦 怎麼會幹出這種事 我跟你講其實林北好遊 他的打的這個 彈的這件事情 我們先講這彈這些事情 他其實很多訊息 都是只截取片段 他都以偏概全 譬如說那邊會生會 你說什麼離安價格 從巴西過來的離安價格是這樣 為什麼到我們這邊這樣 你以為運輸不用錢嗎 你以為那個船不用油錢嗎 反正他就是用這種 方式然後讓很多 這個莽撞上車的人說 跟著他說 對對對你看一定有鬼 一定有貪污 他就用這種方式 賺取了自己無數大聲量 到最後搞掉了一個陳吉仲 那 坦白說台灣到底有幾個陳吉仲 可以讓你這樣子亂搞啊 請問一下阿苗 我不知道台灣有幾個 像陳吉仲這樣子的學者 但是我知道台灣的政壇 有很多像林北好遊這樣子的人 比如說在大安區就有一個 叫羅志強的人 其實我認為他就是政壇好遊 因為他也很擅長於用這種 真真假假掺杂的 甚至說明明就是造假的訊息 然後來攻擊做選舉的奧帽 你給大家看 9月25號的時候 羅志強在他的粉專就發了這張圖 哇 直接把我跟林北好遊坐在一起 問我慘不慘愧 我想說這到底是要慘愧什麼事情 對啊 這到現在羅志強慘愧嗎 羅志強不慘愧 很好 把那個你的照片換成他了就好了 羅志強不慘愧啊 羅志強你慘不慘愧 9月25號的時候 我已經算過了 他自從上上禮拜五開始 他已經寫了超過12篇臉書 攻擊我 再加上五支以上的抖音短片 全部都在做這種 移花揭木斷章局業事情 昨天桃園市警局 其實我感謝桃園市警方 秉公辦理嘛 終於查出真相讓我們知道說 原來這是國民黨功參與 在其中的自導自演的假恐嚇 結果今天羅志強繼續說 他說 這個不妨礙他繼續追忌彈的問題 這個人 他的羞恥心在哪裡 我也很疑惑 為什麼台灣的選舉風氣 敗壞到這個程度 羅志強用了他們國民黨功 參與的自導自演假恐嚇事件 來做選舉奧博 要攻擊他的競選對手 是攻擊我 事情穿幫之後 他唯一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三文 原來現在是這樣子 只要三文就好 只要毀屍滅基就可以過關 為什麼台灣的選舉風氣 會敗壞支持 是誰縱容 像好友跟羅志強這些人 管中米問的話 照樣問回去 是誰縱容了這些人 對 不斷的在台灣製造恐慌 誰才是那個雜碎 講出來 管爺你講出來 包括連續所有的羅志強的波文直播裡面 他不斷在問所有台灣全部的食安事件 這個桃園的這個 法式越南的麵包 然後呢還有這個高雄的華蛋飯 吃食物中毒全部都要苗博亞負責 然後買到了黑色的已經過期變質的雞蛋也要苗博亞負責 就算我們已經找出了桃園高雄跟台北市衛生局溯源 都是告訴我們說這不是進口蛋 他還是照樣每天每天每天在大安區散布這些謠言要來攻擊 我相信好游今天翻車之後 他還是繼續每天每天每天在大安區散布說 你看民進黨就是這樣子威脅恐嚇 逼迫人家去給人家查出品 他還是每天都照這樣做 那我就問像這樣子的二職的選舉風氣 今天賴清德所說 不能為了選舉贏就不擇手段 像這種二職的選舉風氣 到底還要讓台灣付出多少的社會代價 多少的民心動盪 讓我們的社會這樣子的為了選舉 明明很多好的正常的事情 全部都變質變得掉 羅志強一直在懷疑說 雞蛋有沒有變質有沒有過期 我才要問國民黨的良心是不是已經過期 我才要問為什麼國民黨要讓台灣的選舉風氣 變質到這個程度 國民黨的良心曾經有過這個東西嗎 到底有沒有變質 從來沒有過 所以沒有變質不變質的問題 好 其實這個事情呢 你們不好有呢 當初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 說他被恐嚇 而且是他全家人的性命都被恐嚇 而且他說對方掌握他的資料 哇 住家在哪邊啊 幾個小孩念什麼學校 都掌握得很清楚 當時大家就覺得有一點奇怪 就想說不是啊 你如果真的被恐嚇 你真的有安全的疑慮 第一件事情應該是報警 而不是第一件事趕緊去上直播 或者是剖臉說好可怕喔 我被恐嚇我要停更 你不報警耶 所以可見他恐怕對於這個法律上面 是已經有一些了解了 所以知道我告恐怕對自己更不利吧 很難道理啦 lessons